这是当年教练院的杰出学者奖,这是须弥解谜协会终身成就奖,还有一记机关研讨会的。 如何?可有志愿败入我门下? 顺带一提,法禄山前辈我是知论派学者,找我请到施罗婆丹学院来,不是岔和法罗学院,别走错地了。 就像知论派的研究也会被用在妙论派上。 知识本就是无法被限制的,所有学者都会感激小吉祥草王,让教练院……不,让须弥这个智慧的学成,得以摆脱私欲的过险。 让求知之人都有机会在学术之海中勾身索引。 雨林遗迹研究算是最让我省心的项目。 哦,得叫上提那里,把活的雨林生存指南带在身边多有意思。 哎呀,不得不说,虽然我年纪大,但吃过的鲜子远不如他见过的多呢。 柯莱啊,这姑娘尊敬师长,又勤勉又好学,是一顶一的完美学生。 对这样的孩子,就该温柔激励才对。 提那里有必要这么严寇吗? 真是……得想办法把他抢过…… 呃,我是说,作为前辈,得想办法优化一下当今年轻人的求学环境才行。 赛诺的笑话明明是由现代的文字和语言构成的,但我还是没法从文法和文艺上推演出藏在话语中的意思。 诶,你是说,就只是字面意思和谐音? 真的? 哦,那这些笑话也太没意思了。 有时他看见我会低着头绕路走开,半夜里偶遇却又大大风风地打招呼。 搞不懂。 算了,能挤进梨多饭地的小崽子们大多都是天才。 天才总有些自己的怪癖,我就不计较了。 卡维这孩子是个好苗子,我跟他随便聊过一些机关构造原理。 怎么说呢? 尽管浪漫思想和艺术细胞都有些过世,但还算有自己的想法,不容易。 听说,他日子过得有点紧,我一直等着哪天拿到经费就请他吃顿好的。 等着吧,有印象,是个有礼貌的姑娘。 去了大巴扎几次就把我记住了,还劝别人不要和我吵架。 说得很对嘛,现在的年轻人啊,就该多想捏路学习。 要不是误入那个赤王一介,我还能为须弥贡献更多。 好在,之前的手稿和论述没有白费,现在都便宜了妙论派,成了机关学的学科基础。 哼,这一生前辈,我还是担得起的。 一百年前,我最大的烦恼不过是解读不了遗迹碑文上的信息。 一百年后,什么烦心事都比不过,弄不到研究经费。 唉,仇人。 那一百年间,我不断重复着解谜。 不知不觉变得麻木,连时间的流动都感受不到。 现在好了,面对谜题,我不必再独自彷徨了。 也许可以和你一起,踏抄碑文,破译字符,解构机关。 好好的品位,每分每秒的钻研时光。 我研究方向的地位,已经大不如从前了。 这论派抢我经费也不是一次两次。 妙论派三番四次邀请我到那边当导师。 那条件,还真诱人哪。 更高的经费额度,更多的学生。 但我还是拒绝了。 不管怎样,总要有人负责钻研那些无人问津的领域, 将全人类的智慧往外推出一小步。 有些黑心伤法和佣兵,常常混进奥摩斯岗。 拿着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古董高架兜售, 其实全是些用坏用旧的破浪。 我劲一次就拆穿一次。 论剑谷,除了陈氏七职症, 我还没觉得自己能差过谁的。 面糊拿去考一考,相为倍增。 有机会我给你露两手, 让你也尝尝我那辈的做法和风味。 古法,秘质, 保住你逛遍大巴扎都找不来。 生日快乐啊。 给你做了个玩具,拿好。 它集合了微缩机关装置, 这里有按键和推杆, 侧面有滚轮。 你就随便放在手上拨弄吧, 快乐包胸。 嗯? 把你当小孩子? 笑话, 快乐和放松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。 管他什么孩子大人呢? 等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